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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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guys 歡迎回來ROCK頻道 我們今天臨時插更一期節目 來的比較突然一點 我也是才剛才拿到沒多久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就是來自GXG和倉石一束最新的聯名的一個系列 OK 那麼還是再重申一下 這次影片呢也沒有任何合作收費的內容 那麼對於GXG這個品牌呢 我過往沒有太了解過 包括他們以前的作品我也是沒有接觸過 只是在商場裡見到說原來有錢這樣的店 那麼這也是我實際第一次拿到這一個品牌呈現出來的作品 所以我這一期分享呢 也緊針對於他們這一次聯名所呈現出來的效果 那麼倉石一束想必各位也不會太陌生了吧 可以說它從我高中的時期呢 就一直影響著我對於潮流文化的一個感知和印象吧 他本人當然也是萬年不變那套經典的look啦 他最喜歡的就是這種長款的帕卡工衣 然後那個萬年不變的眼鏡和髮型 真的是足夠經典的 那我們還是長話短說 直接看一下這次這個聯名系列 他們以一個虛擬的樂隊為主題 然後設計了一套這種偏戶外風格的軍工裝的感覺吧 可以這樣理解 我從lookbook上面看我覺得效果還挺好的 包括這件封衣非常有償 實際上是他本人這個代表性的這種設計感 他們這一次主題有一個虛擬的樂隊 然後模仿一個戶外音樂節穿搭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從他的各種的背後的印花 他們上面的一些設計元素的圖案 體會到這個虛擬樂隊的一些小小的設計元素 關於他的概念我就不延伸那麼多了 感興趣的話大家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我實際想聊的就是他們這一次的這種 整體的版型設計跟做工 因為其實據他們跟我說呢 這一次的發售時間是有延遲的 主要還是因為常識就是本人 對於產品表現出來的這個質量 把關非常的嚴苛 一點點不工整的跡象都不能有 所以導致這一次發售會稍微有點延期 可能他們本來是想11月底12月的時候就發了 總之我現在才收到了 而且我這一件也是樣板 不過上升的效果還是很好看的 尤其我個人覺得比較適合我的 不是這件長款反而是這件短款 我對這裡說了一下 他們這幾款外套全都是二合一的 或者是三合一吧 這種內膽加外套的形式來呈現 我首先看一下短款這一件呢 我身上穿的是內膽 胸口一個和平戈和眼睛的圖案還蠻好看的 然後他們這些所有的印刷呢 也都是那種非常厚的膠印 質感非常不錯 邊緣非常工整細膩 我這一件應該是L碼 然後它整體充容度大概是80克左右 在廣東來講 這樣一件薄厚度和長度的內膽呢 我覺得是非常舒服的 搭配它這件短款的襯衣外套 有層疊感同時呢 它又有一個統一的視覺風格 這件衣服背後有一個拼色設計 不過我個人沒有很掰這個拼色的點 比較喜歡是它正面呈現出來的效果 而且這一次呢 這種內外兩層衣服連接的方式 也非常傳統的那種軍裝 就是扣一個扣子在袖口 然後身上就沒有別的連接方式 就穿起來挺自由很舒服 這件衣服不管是單獨穿外套 單獨穿內膽 或者兩件一起穿 我覺得都很好看 當然這套褲子也是他們家這一次出的 不過褲子我就只拿到這一條 實際上他們所有出的單瓶呢 都有兩個顏色 有這種卡其的軍綠拼接 以及還有黑色的一個版本 我覺得軍綠色卡其這一套 是比較適合日常穿搭的 黑色感覺有點太過於沉悶了 如果對於東莊來講的話 當然這還是看你自己風格啦 上身效果呢 你們都會在畫面上看到了 不知道你們會給 這件衣服的上身效果打幾分呢 那麼對於這件長款的Parka呢 它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漁尾Parka造型 但是基礎上才做了一點現代化的改良 比如說扣子做成這種暗扣的 有暗扣的同時還有一條拉鍊 並且拉鍊呢也是雙頭拉鍊 所以說你可以做那種 不同方式的開合穿搭 我覺得它自由度比較高的 不過也有一個我在穿著體驗過程中 不太愉悅的一個小毛病吧 就是他們這次的輔料 拉鍊的部分呢 而是GXG自己的這種拉鍊 不是特別順暢 不太好拉 質感比較輕 這是我覺得一個比較遺憾的小地方吧 我覺得也不能說是整件衣服的很大的缺點 不影響衣服上身的這種效果 只是說在穿著體驗的過程中 會有一點點不是那麼的愉悅 這一件長款搭配的羽絨內膽呢 就不是像我這種橫條紋的設計 是這種凌格紋 有點嚴峰這種感覺 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胸口有三個不同的拼色的色塊 比起一件純色的內膽來講呢 多了一些視覺上造型的這種玩味吧 然後整體的效果很好 並且帽子也是帶收緊 下擺一樣也是帶收緊 就是在保證外觀好看的同時呢 有一定的功能性 我是覺得長款這件袖口 它有多一個彈力棉的位置 感覺會比短款的好看一點 不過當然他們風格不一樣 然後整件袖子的外側呢 是有一個拼接的色塊 並且材質不一樣 就綠色的這個位置呢 是比較細膩的那種 然後這邊的拼色卡其的位置 是這種格紋抗撕裂的面料 就有一個材質上的差異 然後你的整個光澤也會差一點 整體上我覺得這件衣服 可能因為它是sample 所以馬數對我來說 稍微有點不太合身 有點偏大 所以我搭配的時候呢 圍了一條圍巾 稍微遮一遮 領口這個位置 可能有點鬆垮的跡象 這也是搭配上一個小tips 如果各位有一些 比較偏寬鬆的衣服呢 可以稍微遮一遮這種邊緣的位置 讓它看起來顯得沒有那麼的不合身 這件長款衣服上身效果呢 對我來說稍微有點偏寬鬆了 但我也是盡量想把它穿出 有一點Kazuki的感覺 不知道你覺得怎麼樣 我是覺得 整體的他們這一次呈現的效果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的做工 包括各種走線的工整程度 整件衣服的這種反正的程度 以及它的剪裁 它的設計 這樣的一個評分標準呢 我覺得它是超於它的價值的 第二個標準呢 就是材質 其實這一次整體的材質 都不是非常特別 特殊訂做那種 就是平時大家都比較常見的棉 然後格紋抗實裂的面料 以及這種斜紋棉等等 都是很常見的 但是它磅數還蠻高的 並且做得非常細膩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他們這種售價的標準下呢 這個面料或者說材質 我覺得是合格的 再至於說品牌效應的話呢 這個就見仁見智了 對於我來講 我還是看產品本身呈現出來的質感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這種聯名 僅限於這幾件給我的感受 我是挺喜歡的 那麼這就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這一次聯名的一些信息 大家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呢 相信應該已經能買得到了 感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做多一些功課了 OK 那麼這大概就是 這期影片的所有內容了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 對你有幫助呢 希望你給我一鍵三連 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 記得點一下訂閱了 那我是播我們下次再見吧